同学们好啊欢迎来到我们这个无人机项目的课程啊本次课程呢是我们这个啊无人机项目这个先导课程的最后一节课了啊好我们来看看最后节课我们讲点什么 那么按照我们之前这个课纲呢这节课应该讲这个物流网开发版的这个综合事例啊然后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个物流网开发版综合事例啊 你以为我真的会讲吗其实我手里边并没有这个物流网开发版所以我根本讲不了这节课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学的内容然后呢再介绍一些一点点补充一些新的小知识点然后呢再做一下展望按照我以前讲课的这个风格的话最后一节课应该是这样的这次呢本来我没有计划这么这么讲但是我本来想讲这个 无量网开发版做一个综合的例子但是我现在手里没有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还是回到我原来的风格了就是做一个展望然后跟大家也交代一下这个课程后续会有什么内容 我们这个课程回顾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课程呢做了对无人机的这个硬件系统做了介绍当然了这里边不光介绍了无人机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物流网开发版还有我们这个平衡车等等平衡车就是我们用来做电机控制的那个硬件 但是还有一些最小系统的开发版啊像那个STM32 呃103然后Z1T6啊这种 但是那个只是我们用来做那个WiFi的通讯呢 啊因为它比较简单所以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做无人机的话它的硬件包括什么内容 啊然后呢我们啊在我们的课程中使用了一个通认的后材 我们来控制程序这个框架这个框架呢可以说拿到哪都可以用了比较好用啊大家可以这个以后把这个框架更加的优化一下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啊或者是按照自己的这个理解 然后我们学习了这个WiFi通讯啊这个WiFi通讯呢它呃是开发版与手机或者是PC的通讯啊这个代码呢和这个APP呢我都已经共享到这个网络上了大家可以去下载使用 然后呢我们还学习了这个2.4G的无线通讯就是用这个我们的这个手柄去控制我们这个啊飞机上的这个硬件啊你能控制点亮一个LED灯你当然也就可以能控制这个PWM的阵控笔了 那么你也能控制这个飞机的抚养角啦偏航啦等等这些都可以控制它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啊学习了这个直流电机的这个驱动原理啊这个直流电机驱动原理包括这个HTO驱动电路 这是最基础的驱动电路了啊当你不用这个集成IC的时候大家都会一般用这个HTO驱动电路四个管子嘛有可能是四个3G管有可能是四个MOS管啊如果我们不想用这个分离器进去搭的话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现成的驱动芯片 所以我们还介绍了这个物联网卡版的这个现成的啊电机驱动芯片 然后我们介绍了使用这个PWM开环控制直流电机啊那么因为开环控制它的速度不稳定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们后面呢就采用闭环控制闭环控制的话首先有反馈啊我们要知道电机当前速度是多少啊 所以呢我们介绍这个编码器测出源原理及这个STM32定时器的编码器模式 好那么介绍完这个反馈环路的获取之后呢反馈参数的获取之后呢我们介绍了这个进一步介绍这个PID控制算法啊这个PID控制算法呢我们介绍了这个模拟PID和数字PID啊在数字模拟PID的话现在也在用啊啊不是说已经淘汰了现在也在用 那么只不过我们纯的数字系统的话不会引入这个模拟PID的控制但是有一些啊比较简单的 控制成本的这个线路呃线路里面呢还是会用这个模拟PID因为它就有一个运放嘛然后放着一搭就可以了那么在我们数字呃 PID控制算法中呢比较常用的是位置PID和增量PID这两种啊当然这个增量PID它又可以有很多变身啊比如说什么这个专家PID啊模糊PID啊等等这些啊这些后续的如果用到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介绍如果用到的话大家就作为一个课外的这个复习啊课外的学习 自己去了解一下这个模糊PID还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们介绍使用增量式PID闭环控制这个电击速度啊这错别字不好意思啊闭环控制这个电击速度啊大家也直观的感受到这个闭环控制和开环控制的对比 那么可以看出闭环控制的速度非常稳定 呃那么我们介绍完这个电击控制之后呢就介绍我们这个无人机中啊不得不收到这么一个传感器MPU605流运动传感器 那么我们介绍这个投入仪的这个定位的这个原理 然后呢从这个MPU605的这个原码中直接移植到GCC平台去编译去啊然后把这个驱动移植过来 那么移植完驱动之后我们在这个控制台上 显示了这个MPU605的这个传感器数据啊这就是我们课程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学习的内容 当然我们这个课程学的东西肯定不限于这些了还包括我们这个 呃Eclipse和GCC开发STM32然后WiFi和2.4G的无线通讯控制开发版 那么本课程应该讲掌握的内容应该掌握的技能学完之后你至少应该掌握这么几项 那么用这个Eclipse加GCC开发STM32这是个通用的这个开平台 你可以在三大系统上都可以用这个呃ID 然后呢呃WiFi和2.4G这个远程通讯控制这部署了 这飞机飞走之后你就不能扯一根线去控制它 那么我们这个通用的程序框架的搭建和使用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这也是这个课程中比较我认为比较有价值的东西之一 然后就是使用这个库框架开发STM32 那我为什么推荐这个库框架开发方式呢 最开始我接触STM32的时候也是用的这个正点原子的这个计存器开发方式 后来呢呃我用的很happy当时这个计存器开发方式用的很happy 因为我是从51过来的嘛从51那片机过来的时候直接用ARM的时候 这个计存器开发方式让我觉得很很贴近51的开发方式 但是后来呢我用着用着我就发现我每次要一改代码 或者要移植的这个东西到另外一个东西上面去的非常痛苦 又得回去查手册 那个32位单片机跟8位单片机 它的计存器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你每次查手册都要看32位的每一位怎么配置 然后因为这个ARM本身它呃功能又非常强大 比51那是强的多了去了 那每次配置的时候呢这个模式下怎么用 那个模式怎么用感觉一圈查下来整个人都不好了 后来呢我就接手了一下扩款数 然后我觉得扩款数虽然在编译效率上和这个整个代码这个执行效率上肯定都比 计存器低这是不可否认的肯定要比直接操作计存器的方式低 但是开发速度和维护成本 是比计存器方式要快得多的啊 开发速度快维护成本低这是计存器方式没法比的 所以呢 这个我指的我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思路 大家就是非得享用计存器的话 那么Eclipse也一样可以用计存器方式开发也一样好 有一个样可以把你的计存器自动补权把你的变量也自动补权等等这些 那么我们还应该掌握的技能就是直流电机的这个驱动电路的设计和使用啊 这个设计在我的课程里我没有说 但是呃我们下一步就要如果有下次课程的话就要实际的去飞这个飞机了 很可能是我们呃有些同学学完之后要自己去设计这个飞机的时候一定一定要去学会这个直流电机的驱动电路的设计啊 也不光是驱动了我们本次用这个飞机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好 因为他的这个光有驱动电路而且驱动电路非常傻 连个限流啊过流保护都没有 然后那个速度取样也没有这些东西根本没法实战用只能当个玩具 然后呢我们还要呃熟练的使用这个pid算法 这个是在控制系统中 没法躲过的一个算法啊 只要你做控制不管是什么控制他都会用到pid算法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经典也非常有用的算法 那么我们呃这节课呢也不能光给大家扯淡哈 我们也讲点有有有用的东西 我们来补充点内容啊 补充的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这个解决gccarm的sprintful函数不支持这个浮点数格式化操作的这个问题啊 大家可能有印象我上一节课讲课的时候这个 我的这个打印这个mpu6650的时候用的是呃百分号u这个格式化方式啊 那我用百分号f的时候他是打印不出来的 那么这根本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gcarm他的这个编辑器本身 他就不支持这个浮点数格式化打印 你用printful打印这个浮点数也打不出来 那么他是为了呃减小这个代码的体积 因为这个支持浮点数格式化操作的话 他的这个酷是这个lib代码会编写进去 编写之后这个代码的体积会非常大 当然这个gcarm没有考虑到这个stm32 他这个存储器非常大 我根本不在乎你这些浪费这些空间哈 不过他他他现在这个呃功能一直没有加进去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自己去实现 那么我们怎么实现呢 我们自己写一个呃myprintful函数 myprintful函数这个函数呢 接收三个参数 那么这三个参数分别是这个 呃前两个都是这个char类型的 就是这么一个直接指针参数啊 最后一个是这个浮点型的这个数据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mode 如果我们传递进来的是这个呃百分号的d 也就是说这个整形的话 我们就直接掉用这个标准的酷 suprinfo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数据呃格式化进去就完了 就直接写进去嘛 这个是相当于传递来的一个手地址啊 把这个数据变成字符帅写到这个手地址里面去 然后如果我们传递进来的是这个呃 浮点数格之外 也就是百分号f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我们这个数据 乘以这个是呃五位嘛 也就是个十百千万十万 然后成了之后呢 我们把他的这个小数位啊 也给他就成十万之后 他的小数位很明显就变成整数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二者一做叉之后 把他的整数位和小数位都提取出来 然后呢再用这个方式去啊 还是掉用他这个官方的这个函数 也就是酷函数写到这个手地址里面去 但是写的时候呢 这两个都是整数 然后就中间的小数点我们自己去加啊 这个方式是四语言里面是经常常用的 就是把一个浮点数 放大很多倍之后 他直接就放大成整数了 然后再一做叉 那么他的小数部分呢 直接就得出来了 好 然后下面这些处理呢 都是因为这个这个数 可能是正啊 负啊 等等这些符号的问题 因为不处理的话 他打印出来的有时数是很奇怪的数字 特别好玩 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好 这个就是我们补充的第一个内容 我们补充的第二个内容 就是说 使用Glink下载hex或者bin文件到处理器 啊 因为我们这个 啊 Eclipse他编译完了之后呢 是默认自动生成这个.hex文件 啊 想生成.bin文件的话 也可以 需要进行一下设置啊 这个究竟怎么设置 啊 究竟怎么设置呢 我看看 跟大家说一下 在这个 工程的设置里面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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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 啊 说一下 怎么用这个Glink下载这个hex文件到处理器 首先呢 首先呢 我们要打开这个 打开一个 我们需要把这个呃 控制台打开 然后呢 进入到我们 呃 需要烧写的这个hex文件 所在的这个目录 然后我们 进到我们这个 原码所在的这个目录 好 我刚好也顺便把这个 呃 他默认的这个代码烧回去 好 这个 暗示程序在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烧写的这个文件 应该叫 哇塞 好长的 应该叫这个 四轴 叫hex 那么我们现在来烧一下啊 我们烧写的这个方式呢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 呃 Glink 这个 驱动 他自己带的一个软件去烧写 那么这个软件也是实际上也是在 三个平台下都可以一样用的 那么命令也是一样的 连这个 软件名字都叫的一模一样的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Glink连接上电脑 然后给我们这个小飞机上电 然后我们在这个控制台下 输入 Glink 然后点type 键它自动补充了 那我们需要的是这个exe 好 那么我们就进入到这个Glink这个环境下 然后我们连着飞机之后首先我们点H就是把这个处理器 hold住 然后不让他再跑了 然后呢 我们要选中这个Glink与他通讯的这个 速度 好 我们设定的4B的4000也就是说4k赫资 OK搞定了 4000k赫资 那么然后我们还要选中这个device device 等于我们这个stm32f103 然后我们这个型号是什么呢 是 C8 OK 然后我们下一句就是 烧写代码了 那么 loadbin 然后我们是 loadbin 漏的是这个四轴.hex 然后下载地址是哪呢 是0x8 后边是123456这么多个0 然后敲击回车开始下载 好 这个呢就是说明已经下载完成了 看到这个 啊 前面就已经下载完成了 下载完成之后呢 我们点击 r就是reset cpu 然后点击 然后点击就是go 那么程序就会开始执行了 好 大家看到这个程序啊 就你看不到 我忘了接摄像头了今天 那么这个程序就已经开始执行了 再照着做一遍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 退出 exit 啊 这个操作在三个系统上也是一样的 你在windows下也可以启动这个命令行去运行 好 那么 我们讲到这里的话呢就基本上讲完了 然后呢我们后续的这个 呃 我们现在的同学已经熟悉了无人机的硬件交流和这个开发环境 那么 具备了定义控制和算法的这个基础 所以呢 基本上无人机事业这个大门已经向各位打开了 啊 我们如果后续课程的话就准备正式把飞这个无人机来 然后把各种设法都写进去正式 起飞 好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啊 一路听这个课程听到最后 那么我这个课程中肯定有一些 因为这个课程准备的非常急 因为我每节课讲的都非常多 所以说话也快 所以所以很很容易有有些地方 说错了 这个我自己看看客人的时候也感觉到了 那么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啊 也谢谢大家